各位鼎姐妹 今天开宗明义一开头讲到的时候 我先跟你讲清楚 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是深的 所以解释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如果你觉得悶 我不怪你 但是这段经文又十分重要 因为如果你解释错了经文 你分分钟会成为一位伤残人士 又或者你一生都怕自己信了耶稣 但是都不肯定自己可以上到天堂 所以这么重要的经文 怎么讲都好 你都要用心去听 记得上一个礼拜日 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儿童奉献礼 儿童奉献礼当中 你有发觉不同的家长 都是讲同一番话 就是什么呢 现在的小孩是很容易学坏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小孩很喜欢模仿 但是模仿 你记得Cary说 她的女儿一模仿 最容易学的就是 学到大人做那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在上个礼拜儿童奉献礼里面 我们不单止是父母 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诺 以神的方式心意来 教导他们的子女成长 我也都挑战Skywalk的会有自己 要活出一个真闻徒的样式 尤其是在小朋友面前 你要用合乎圣经原则的体统来循循善友 引导他们去成长 引导他们去学好 就不是学坏 记得吗 因为其实在我们人生的社会相处当中 你对着一些比你自己小的人 你在他面前做一个好的榜样 让他学好 不要去教坏他 其实是正常的社会责任 道德责任 对不对 但这种社会责任 这种道德责任 就是教人学好 不要学坏 不只是教孩子的 你大人成年人的社会工作里面都一样 做了一会儿 不是做了一会儿 前几个礼拜我看了港台一个节目 就是访问了一个叫做张敏怡小姐的人 张敏怡在香港里面被称呼为最美丽处长 因为他在香港的社会里面是第一位华人女性担任广播处长 而他也是以前香港电台的台长 在这个节目里面 这个在广播界很有崇高地位的张敏怡小姐 她的花名 别人称呼叫张大姐 无论是张大姐 或者在这个电视节目里面出现过资深的传媒人 都不若而同强调一件事 就是说做得传媒 就有社会责任 有道德责任 就是怎样呢 就是要报道或者是做节目的时候 要讲真相讲真事 不为强权 为真相和小市民来发声 那这个就叫做社会责任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对着社会有一个责任 你处处想着就是说 去对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的时候 就会令到社会上的人是学好 不是学坏了 明白吗 所以但你要明白 向社会带来正面影响 不是解荷蟹啊 你揭露时币令到这个社会 他面对那些问题来作出改善呢 都是带来正面影响的 所以其实呢你会发觉 只要是你如果你是读传理系那些呢 你一定会明白做传媒一定要有社会责任 要有道德责任 因为这个其实是传播的专业知识所教授的一个最基要的学习 就是要有社会责任 所以你会发觉在香港或者全世界都好 有一些不合逸的东西 传媒是不会讲的 甚至乎你报道一些的 比如新闻也好 有过分血腥的场面啊 或者色情啊 或者是一些不合道德或者一些污言畏语的时候 你看电视会怎样啊 打格子啦 又或者怎样啊 嘟一声嘟了一些不等的东西啦 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觉其实无论哪个世界哪个地方 都有一些的机制呢 来到去惩罚那些传播一些不实啊 出轨啊 过界行为的传播机构 原因就是传媒是有一个社会责任 来到去按照真相来到去做事 并且在社会里面呢 期望带来正面的讯息 不要令人学坏 不过在现今这个社会里面 你会发觉科技日新月异 发展一日千里 那有什么后果呢 就是现在任何人只要有个手机 有个智能电话呢 你就可以自己将自己的意见 在网上广传的了 是不是 那你会发觉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怎样呢 有很多人其实可能没有受过传统的传媒训练 他也都没学过传播专业知识里面所教授 传媒是应该秉承社会责任 道德责任这种操守呢 他就可以自己在网上开个台 做网台又称呼自己做记者的 那我发觉 我就在网上看了一些网媒做的节目 那我发觉有一些 听清楚是有一些而已 不是全部 有一些的网媒呢 他们做出来的节目 其实 质数很参差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发觉现在网上 我们广东话那些 在网上比较受欢迎的那些网媒节目 很多时候 其实他是靠粗口啊 或者是性啊 这些这样的topic来到去吸引人 而在当中就有问题了 因为其实那些东西 是不是会对社会有正面的信息 还是会靠坏小孩呢 那这些人呢 你发觉他们美其名 就是忠于自己来到娱乐大众 但是坦白说 其实就是靠哗众取宠 来到去厄赖来到去赚钱 因为你知道了 在网上放上去 你都有广告 你都是靠赚钱 那你发觉当良心传媒 若果用社会责任 这种高尚情操 来向这些有问题的传媒 来问责的时候 这些有问题的传媒 就会反话一些 有良心的传媒 说他们 你们只不过站在道德高地的 偎君子来为自己解脱 所以这些社会出现一种情况 在我的观察里面 我觉得有良心的传媒 就继续去秉行这个社会责任 道德责任 来到去继续向社会 发放正面的信息 带来正面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 这批叫做有问题的传媒 就继续罔顾自己的言行 是不是影响着社会 是不是会教坏小孩 继续罔顾公众利益 按住自己的喜好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所以想问问大家 其实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对社会 其实是带来坏影响的问题 传媒所做的行为 其实是不要得的 若果我现在要你自己归边 你觉得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的人生处事态度 你会是属于传统秉承 这个社会责任 有良心有公义 是教人学好的传媒呢 还是你是属于你的人生处事态度 就是说 everything I do is according to my pleasure 就是说我做任何东西 都是按我自己的意思而已 我不是很理我对社会有没有责任的 我亦都不理我做的东西会不会教我下一代 你属于哪一种传媒呢 你自己人生处事态度 但是定点来 牧师不是想你个个都投身传媒 我只不过是想藉着 刚才我所观察到的一个社会现象 来到要大家苦心自问一下 你自己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你人生当中 你有没有秉承神所给你的信徒社群责任 来向你身边的社群发放正面的影响 就好像良心传媒一样 还是你根本博视了神给你这个信徒社群的责任 做任何事你都只不过是按你自己己意而行 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甚至乎不会你自己不当的行为 有没有令到你身边的信徒 因为看到你的坏见证 而信仰生活跌倒 你属于传统良心传媒有社会责任 还是你属于现今世代那些问题传媒 只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理别人死活 不理教不教坏这个社会上的年轻人 这个是你自己要想你属于哪一方面的问题 我想你明白 如果你是属于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种人 就是其实你做事都是任何事 凭着自己喜好 你不是很利别人死活的话 我希望你明白到 在圣经里面说 如果你作为神的信徒 你做了一些神不喜欢做的事 神不喜欢你做的事 而影响到身边的信徒 你是可以很大事 OK 大事就是后果很严重 很严重性的意思 OK 如果你做了一些神不喜欢你做的事情 而影响到身边的人 那你就大事 是的 我最近是特意用很多地道广东话的词汇 来做我的广道题目的 今天的广道题目 我就用了一个对保守人士 可能会觉得有点争议性的词汇 叫做大活 知道为什么吗? 看下头影片根据我家里面 一个超古董池海字典里面 它说祸是什么呢? 祸就是叫做 顶大而无足 若祸 字典里面还给了一个祸字的例子 叫做祸亨 这个亨字很有趣 可以读亨 也可以读攀 OK 为什么呢? 这里就说 亨就是攀 好形的名字 致人于祸而攀之也 哇 你想想 把个人摆在锅上 攀它 我相信 这个也是一个十分残忍的好形 而要放得下一个人的锅 一定是一只很大的锅 所以我就说 现在究竟广东话能够表现出一件事的严重性 是不是这样来 不过先说明 先知声明 我猜一下 我不是粤语专家 我真的不知道大锅是代表严重性 是不是由祸亨这儿 或者祸亨这儿走出来 如果你很有兴趣 我鼓励你自己去找一些粤语专家问一下 你不妨上去Facebook 去Ben Sir的web page问一下他 是不是这样 OK 你要明白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讲广东话的人来说 祸字 大祸 其实有几个意思 你知道吗 OK 第一 大祸就真的可以说到 我们煮大祸饭的时候 无足的顶 无足的窩的器具 OK 那些叫大祸 第二种大祸是什么 说到接收卫星讯号的天线 香港可能少一点 但是美国你住独立屋的时候 如果你用satellite dish 你家里面一定有小锅 那些大祸 第三个大祸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件事里面的严重性 迫切性 很大件事 很严峻 OK 那当然今天我们讲到 里面这就大祸了 当中的大祸 就是讲到 有一些事情 若然你做了 而那件事是神不喜欢 你就会令到身边的人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大祸了 那就是很严峻的解法 那我相信你听完今天的讲道 明白了马可福音 尤其是九章四十二至五十节 当中的作者原意 他想强调是什么呢 你绝对会认同 今天讲到题目里面 那个大祸的严重性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 由马可福音 尤其是九章四十二至五十节里面 学习一件 作为信徒的你 你就算跳海死你都不要做的事 要不然你做了 你就很大祸 让你一起得到祈祷 指必亲爱天父帮助我们的心 被圣灵去敞开 被圣灵去软化 被圣灵去明白神着紧些什么 以至我们听这篇道的时候 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 不是头脑知识上打通了有个灯斩 而是我们生命被圣灵按照圣经的指引来作出转化 活出一个合神活心意 在地上真门徒的样式 求圣灵到我们有血面有安慰 同时间有督摘有鼓励 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字祈祷 阿们 讲讲上文下来 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三到第五十节里面 其实都是说耶稣和门徒去到加白龙一间屋里面的对话 所以当中其实是包括了有一段 就是说那些门徒去到耶稣面前争论谁为大 争造大亚哥 第二段就是上一次说到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提到有一个无名的驱魔人 第三段就是九章四十二至五十节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这三个课题都在同一个场景所发生 在上一堂讲道里面说 《功成不必在我》这篇证词里面就讲了 讲到那个无名的驱魔人 耶稣是接纳无名的驱魔人 继续奉耶稣的名传道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九章三十九至四十节里面所讲的 耶稣认为这个无名的驱魔人都是跟从自己的门徒 只不过他没有跟耶稣和十二门徒一起生活 所以他OK这个无名驱魔人继续用耶稣的名字来讲鬼 但耶稣OK这个无名的驱魔人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记载在九章四十一节 大大不过不用仇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上一堂我没有讲到九章四十一节这一节的经文 但因为是不会影响上一篇讲道的中心思想 所以我没有讲到 但是九章四十一节是一章一节很特别的经文 怎么特别的呢 因为他刚刚解释之前那段经文 即是《无名的驱魔人》那段故事 但同时间也对九章四十二到五十节 是作出一个舌子来引申出以下来耶稣所说的东西是多么重要 他是将之前所说的东西和后面的东西来做一个反差 来表达出九章四十二到五十节 耶稣所说的东西是多么有重要性多么大 所以衡量过轻重之后 我就决定今天才讲九章四十一节了 现在先看一看九章四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请Maisy带领大家一起中读《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 正在读中文那里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上次 留意一下投影片 投影片上面英文有个货字 中文也有个因字 所以其实四十一节有因为就是解释 就是解释为何耶稣OK 那个无名的驱魔人 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若然有任何人对耶稣 凡于属耶稣的信徒 做一些微小的好事 就好像这段经文说 就算你给他一杯水喝 都会得到上次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更何况那个无名的驱魔人 是奉耶稣的名来做好事呢 那他应该更加得到上次 所以其实这句话为什么呢 都是告诉大家 耶稣认可这个无名驱魔人 继续奉自己的名全道的原因 所以其实九章 刚才我们看过了 三十九至四十一节 其实整段的中心思想 就好像上一篇讲到 功成不必在我所讲 耶稣是要他的门徒 怎样呢 放下所有党派门户之见 之后怎样呢 要明白 只要神觉事功成就 就very good 功成是不必一定要在我的 OK 但我刚才说过 九章四十一节 是很有趣的 解释前面 但同时间你也对后面 做一个事指引申出重要性 什么重要性呢 带出一个反差 九章四十一节说 凡是有人对耶稣的信徒 做少少的好事 都会得到上次 那就very good 对不对 礼下手 四十二至五十节 就是说 凡是有任何人对耶稣的信徒 做了一些差的事 那就大事了 那究竟 怎样为之对耶稣的信徒是差 而差到有多大事 多严重呢 看看圣经 请美士继续带领我们去 读《马福音九章》四十二节 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 山在者人的颈项上 鸣在海里 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我刚才说 圣经说 如果你对耶稣的信徒差 就很大 差的意思就是 凡使信耶稣的任何一个小子跌倒 那就出事了 OK 使 跌倒 这一个动词 在《马可福音》里面 其实出现过有八次 但那八次 都不是说你走走走走 个人一声跌低 不是肉身跌倒 说的都是熟灵生命上的跌倒 有些的解经家 就有个Terms叫做 Spiritual Downfall 就是熟灵生命上 信仰上的跌倒 所以你会看Net Bible 它就直接辱造 先犯罪 但其实跌倒这个字 你看回《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上下文 都是讲着门徒人生 而成本《马可福音》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都是讲着门徒分裂 所以你可以解释这里讲的跌倒 就是一个人离开了 作为跟从耶稣门徒 真门徒的生活模式 这个跌倒就是说 这个人不再是活出一个真门徒的生活模式 而这段经文里面的受众 就是A 令到B跌倒 那B是什么 凡信耶稣的任何一个小子 英文是什么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who believe in me 那是什么人呢 根据上下文来讲 应该信我的一个小子 其实就是指到那些被世人看为身份低微的门徒 又或者是一些信仰生命 比较幼乱的信徒 所以根据上下文 这里其实可以指到十二门徒 可以指到刚才说的那些无名的驱魔人 也可以指到九章三十六节里面 当成班门徒争论谁为大 就是耶稣招呼他出来的那个小孩子 这一类人就是耶稣的信徒 可以总称来说就是身份低微 又或者是信仰比较幼乱的信徒 你不要让他跌倒 再看一次经文 圣经里面说什么 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山在这人的颈项上 轰在海里 耶稣说 如果你令到一个跟从我信仰比较幼乱身份低微的信徒 跌倒的时候 就是离开一个真门徒的生活模式的时候 倒不如你自己去跳海死 还要死定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里是说什么 这里他说是把大磨石 42节的时候 把大磨石删在这个人的颈项上面 这个人就令人跌倒 要删在他的颈项 大磨石是什么 看头影片 这里说的大磨石 是大到要用一只驴子来推的那种磨石 你想想如果把这一块磨石 挂在你的颈上 再丢你到海 你不沉得到海底才出奇 所以你死定了 但是这里你要明白 耶稣说 令到信耶稣的信徒 在信仰生活上面跌倒 就是离开真门徒的生活模式 是非常大磨石的 但你细心留意一下 其实耶稣是没有说出 一个大磨石的真正内容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其实这里是说 你倒不如 就是说你就算把这个人绑构大磨石 扔它下去浸死它 都不够你令到一个信徒跌倒这么大磨 但大磨的内容他根本是没有说的 你有没有留意到 所以你不要以为耶稣说 如果你令人跌倒 你就走去拿一块大磨石 绑在他的颗上浸死它 不是这样 literal解的 你如果细心读圣经 你留意第四十二节 下半节 英文叫做什么呢 It would be better for him 即是中文你译过强于 保不如 It would be better 所以其实这个文化上面 是讲一个比较 是想作出一个对比 这个对比就是说比较与法 不是指出这个必然发生的结果 他只不过是想说 耶稣说 任何一个使道信我的人跌倒 你就非常大磨 就不是叫你真的拿他去浸死他 所以这个其实在圣经文学里面 是一个叫夸张的手法 Hyperbole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Hyperbole 夸张的写作手法 他只不过是想写出一件事的严重性 大磨的程度 就不是叫你真真正正的跟着字面来做 那你要记住 耶稣这里是想指出一个比较 一个对比 让你知道不做这件事 或者做了这件事 你有多大磨 但是大磨的内容 他没有告诉你 因为如果他想知道 他想你知道大磨的内容 他就说了 他不说是想你只是知道一件事 你做这件事就会很大磨 那你懂得害怕 就不做了 就好像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以下这个例子是假设的 没有发生过的 所以就不要去找我儿子问 真的没有发生过 假设有一天你走回街 看到我儿子 突然在超市途偷躺吃 你就走过去 让你爸知道你偷躺 你就严重了 你不用说这么多 以我儿子认识 他爸爸这个公义的性格 和一楼的处事行为 他不需要知道 那一只严重的内容是什么 他听到你告诉他 听给爸爸知道就糟糕了 他就会停手了 你明白吗 因为你如果深深知道 对你拥有authority的那个人 对你做这件事会有什么反应 反应也不需要知道有什么后果 他出于爱出于敬畏的缘故 他就停做不想做的 他不应该做的事 是不是 今早在驾车的时候 我太太给了一个更好的illustration 真人真事 你知道他刚刚跟他父母去完旅行 在旅行团里面他说同台有其他人吃饭 那时候就有对公公和婆婆 公公就不知为什么 就跟Irene聊天 就无端端说了一句 你知道吗 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 她108磅而已 但是现在太太就已经这样 当时太太转眼看着 先生只说了一句 What are you saying? 之后那个先生就说 没事没事没事 情况就是这样 丈夫是不需要知道太太将会做什么事 她只是只需要知道 做什么都好 后果很严重 她会怕就立即停手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 请你不要误解经文 就不要你看到信徒A 就令到信徒B 信仰生命跌倒 你就乱乱乱 就找不到够大的模式 就绑两个车车 听着不是车胎 车胎会浮的 都可能 车车又拿那些 就绑在她的颗子里 又拌她下去 圣经不是这么说 你不要说耶稣教了 因为为什么 这里不是叫你自己 半岛人自己跳海 这里很有趣的 你绑住那些模式在人身上 第三者绑在半岛人身上 就是第三者扔那个人下海 你不要走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你解错经了 你明白吗?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明白这段经文 最想要说的 最想说的不是真的说 你要去将个人 扔下海浸瓜 他是想表达出一个重要性 弟兄姊妹 不知道后果内容是什么 但如果你伴到你身边信徒的信仰生命 令到他没有再成为一个真援在生活模式 你就大事了 这个是耶稣想说的重要性 但他说完了 不要令你身边的信徒跌倒之后 他再说完 如果你自己跌倒 都一样很大事 请美时和我们一起 带领大家众读《马可福音》第九章 43-48节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獄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缺腿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獄里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 强如有两眼被丢在地獄里 在那里 从事不死的 火事不灭的 看完这段经文我想告诉你 普遍来说坊间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一大段经文是很cryptic的 即是很难明白的 甚至乎有解经家做过研究 这一段经文有十五种解释 十五种 但anyway 作为你牧师 我尽己所能研究过之后 就决定跟你讲一个我觉得最mix sense 最合逻辑 最合圣经原则的解释 那大部分解经家其实都是在这里 其实你不要想到这么深 他们都说耶稣在这里最想做的东西 马可记载这一段事迹最想做的东西 就是想提醒信徒怎样呢 当信徒面对着其他信徒群体 包括你服侍那些信徒群体 最重要的是 你要尽己所能 剔除了能够令你生命里面跌倒 或者令人生命跌倒的所有元素 任何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 能够令你跌倒 或者令到你身边的信徒跌倒的东西 都麻烦你eliminate它 剔除它 以至你自己不会离开真门徒生活模式 以至你身边的信徒不会因为你做错事 而离开真门徒的生活模式 那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究竟怎样得到这个解释 9章43月48节其实有三小段经文 第一段就是什么 你的手让你跌倒走 撼了它 第二段经文是什么 你的脚让你跌倒就撼了它 第三段说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撼了它 是这样的 三段都是平衡的 所以他们想说的中心思想 其实都是类同的 就是说叫你剔除一些能够令你跌倒的元素 不过在我们继续解释这段经文之前 我想强劳大家 拜托不要看完这段经文 自己去斩手斩脚画眼 如果是你就糟糕了 为什么呢 这段圣经不是说 你可能说 这段圣经不是白纸黑字写到明要这样做吗 字面上是 但是根据马可的写作手法 和圣经原文的文法结构 不是照字面这样解释的 OK 你不要走去看完之后 你就自己开始做这个杀人兇手 我告诉你 起码五个原因 告诉你这段经文不要照字面来解释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三小段经文里面 你看看头影片 三小段经文里面都有 It is better 这个连接词 一看到这个连接词 刚才有没有出现过 不是九章42节 It would be better 其实原文里面一样的那几个字 所以这里其实又是一个比较文学 所以再次 马可用It is better 来记载耶稣所说的说话 都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耶稣又想做一个比较 而这个比较不是说 他将会说的事真的会发生 而是想说出 你一定要做某一件事的重要性 但是今次就很严重了 因为你做那件事的严重性 是严重到耶稣说 你一是去上天堂有永生 一是去落地狱要受永死 用这么极端的比喻例子 来告诉你听 反差有多大 直红有多大 明白吗 所以不是真的说 你做了这些事上不上天堂 还是去到地狱 在说的是说 你做这件事和不做这件事的严重性 就是叫你不要跌倒 以有东西令你跌倒的 就尽己所能剔除它 这个是比较手法 比较手法是告诉你一个严重性 不是真的那件事会发生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段经文的文法结构 有点心 不过你听一听 这段文法结构里面 叫做subjunctive mood 的conditional structure 就是说假设语气的条件句法 很有趣的 假设语气的条件句法 其实就是说 英文就是if 什么什么 之后就 什么什么 明白吗 就是condition 但很有趣的 凡是这些叫conditions的东西 刚才说有第三条件 third class condition 就是有得third 就肯定有一和二 其实还有四五点 总之这五个class condition 其实是为了立论而做的假设 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说那个人 说这样这样 现实一定会发生 他是为了想立论 所以他就特意做了一个假设 明白吗 当然他说这个假设的时候 第一 不是说那个内容里面的东西 一定会发生 也不是说说 说这句说话 说这个condition的人 是相信这件事 100%会发生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你就会明白 记不记得 马太福音里面 十二章 耶稣就赶鬼 但有批法利塞人 就下来误灭 耶稣说 耶稣是什么 靠鬼王赶鬼 是不是 那当然你知道是假的 耶稣当然不是 靠鬼王赶鬼 是不是 但是你看看 马可福音十二章里面 怎样记载耶稣去反驳 批法利塞人 马太福音 第十二章二十七节 耶稣就说了 我若靠着别西部赶鬼 英文是 And if I cast out demons by这个泰兰独 别西部 那你明白 耶稣都是用着 if的condition 但是这里耶稣说 其实是用着 first class 第一个条件 具法的文化结构 说这句 他说这句说话 其实是为了 在法利塞人面前 立论 来做一个假设 他说假设耶稣自己 靠鬼王赶鬼 但是现实生活 你知道不是的 所以你又看到 就是说这种的 希列文化写出来 不是真的说 讲那个人 讲的内容 那个人都相信 一定会发生 只不过是为了立论的 明白吗 知道最精彩是什么 马可记载这段的时候 是用 third class condition third class condition 是为了立论而作的假设 而这种假设 通常是不会成真的 所以其实你从文化里面 所以有时候希列文 挺有趣的 它是可以代表 就是说这个立论的假设 在现实生活上 基本上是毫无机会出现的 所以你就看到 其实马可舍这段 事情的时候 他是说 如果你的手 令你跌倒 你锻了它 因为你单手入天堂 好角双手入地獄 这个假设 其实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 他是为了立论而说的 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呢 都是叫你剔除你生命里面 能够令你跌倒的元素 明白了吗 所以第二个原因 是这样 而之后的原因 三四五 就更加让你清楚知道 耶稣这里 只不过是用 hyperbole 夸张手法 来做一个point 就不是真的 叫你按照字面 这样做 第三个原因 就是神是一个 不会说大话的神 神是一个 信实的神 所以他怎么 他写的话语圣经 是不会和他自己 一流的心意有相违背的 OK 你要明白 在圣经里面 神是不容许人自残身体的 看看一段旧约的圣经 新微记十四章第一节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儿女 不可为死人用刀劃身 也不可将颜上替光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闻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 简选你 特造自己的子民 看着这段中文经文 有些少惆怅的 为什么要为死人用刀劃身呢 要看下一张投影片 看完英文 英文其实是 Do not cut yourself for the sake of the dead 不是在死人上戒 OK 不要因为死了的人的缘故 来自残身体 在自己的身上用刀劃自己 OK 所以你看到旧约圣经里面 根本就是叫你 不可以自残身体 而为什么旧约圣经里面 叫你不要自残身体呢 其中的最大可能性是什么 因为当时拜外邦人 拜外邦假神的外邦人 是很流行来自残身体 来作为敬拜的一部分 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记载 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 大战五百个巴力先知 那群巴力先知 就自残身体 来希望自己拜的假神巴力 帮自己打赢以利亚 看看圣经 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八节 他们大声求告 按着他们的规矩 用刀枪自割自刺 直到身体流血 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说什么 神根本是不会叫人自残身体的 那耶稣又怎么会叫他的信徒 从圣经里面的教导对着干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 其实耶稣都是用一个 夸张hyperbole的手法 来表达那件事的重要性 这么简单 而还有一件事 第四个原因 是不是真的鞠了一只手 就可以停止犯罪 不是的 你鞠了一只 你第二只手又犯罪 是要深化出来的 你犯罪 所以这里你又看到是坐证了什么 不是叫你真正literally 要鸽手鸽脚挖眼 都是想说那件事的严重性 大获程度 而最后一个原因就是 基督教的救恩神学 救恩神学告诉我们 救恩神学告诉我们 信徒不是靠自己有多少罪 或者做了什么行为 而上天堂有永生的 我们是恩信清义正义信 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有永生的 在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的救恩神学里面 也都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真是真心信耶稣 享有永生的时候 就算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 有犯罪也好 我们是不会需要 好像一段比较性经文里面所说 来自残身体来 靠行为进入去天堂 是不是 因为我们已经有永生 永生不是靠行为回来 所以其实救恩神学 也都佐证了一件事 救恩神学是由耶稣来的 不会自己打自己 所以说神学也都佐证了 耶稣这段说话 都是属于夸张手法 hyperbole 就是告诉你 喂 老友 醒水 你做了一些神不喜欢做的事 很糟糕 很多时候 其实就是人看了这段经文 他又不去深入解释 他就不求甚解 又不细心研究 就误会了经文意思 就产生出有人会用这段经文 来讨论说人要靠行为得救 这是错的 如果他真的用这段经文来讨论 人要靠行为得救 那就真真正正非常糟糕 还死得人多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圣经的时候要小心 用心研究经文 不要水过亚背 纳过你就以为自己明白 如果你误解这段经文 你想想 那你就可能以为自己一世都惊惊惊惊惊惊 不知道自己上不上到天堂 因为你不明白 忍信称义 你以为靠行为 再不是惨些 你就惨了 你去做谋杀犯 你杀人 是不是 当然有点夸张 那你要明白 刚才这三小段经文里面 耶稣都是说 用进入神觉得向永生 vs你去地狱享受永死 这两个极端的例子 清楚告诉你 若然你自己跌倒的话 后果会有多严重 但耶稣也有告诉你 怎样可以不跌倒 刚才他所说的意思是 手让你跌倒 斩手 脚让你跌倒 斩脚 眼让你跌倒 滑眼 其实意思不是只是说手脚眼 他是说 你生命上任何能够引致你跌倒的元素 麻烦你尽己所能 辟除它 明白吗 OK 所以 整段经文 简单来说 马可福音由42到48 作者原意的正确解读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说 第一 作为耶稣门徒的你 有些事情 如果你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身边的信徒 信仰生命跌倒 做不到真门徒模式 千万不要做 你自己也不要自己跌倒 做不到一个真门徒的生活模式 这段经文 说的大磨石挂在颈巷 或者去天堂去地獄 都是一些夸张手法 做成一个对比 让你知道 你不可以伴到身边的人 你自己不要跌倒 是多么重要 那么简单 你明白吗 所以呢 待会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我就不再提什么天堂地獄 不再提大磨石 因为重点不在那里 重点不在那里 重点是在事情的重要性 大获程度之上 我不知道你 听解释 听到这里 会不会同意我以下来所说的 几句说话 就是我通常看圣经 看到你这里 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发觉在现实生活当中 身边有一些信徒 其实是不是都自己跌倒的 但是他又很喜欢 将这只锅射在身边的信徒上面 就说 其实是我身边的人做得不好 令我跌倒 那怎么办呢 而第二件事 我就发觉在现实生活上 有一些信徒是有玻璃心的 就是你做任何小小事都好 你吞口水 他都会说你令他跌倒 有没有遇过这些人 而第三件事 就是究竟这段经文 究竟是在说 是不是任何时候 任何事情 我做的事都有可能令人跌倒 搞到我要提心吊胆 就是说 我是一个真门徒 但我是不是吃餐饭仔 究竟吃干炒鹅 还是咸鱼 一粒炒饭 都有可能令人跌倒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说话 是运用了这个夸张手法 是说出来的 但是的而且确这段经文 是有讲到在什么场景之下 你不要自己跌倒 也都不要令身边的信徒跌倒 明白吗 OK 我们看看经文如何 马赫福音九章四十九至五十节 因为必用火当盐叶各人 盐本是后的 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和睦 讲完作为耶稣的真门徒 是需要活出一个真门徒 生活模式的重要性之后 九章四十九节 耶稣就讲出了原因 为什么要活出一个真门徒的样式 而不要跌倒的原因 九章四十九节一开始 中文圣经记得很好 有个因字 Net Bible 译不到 不知为什么 它没有译到货字出来 OK 但我查过原文 这里有个货字 就是解因为 好了 九章四十九节原文 这个货字就是解释 为什么信徒不要自己跌倒 又不要让别人跌倒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它说 因为必用火当盐 盐叶各人 英文好些 for everyone will be sorted with fire 什么叫做 将个人 拿盐来去叶呢 咸鱼 咸鱼对身体不健康 变成一条咸虫 当然不是 但是这里怎么解释 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信徒 都是欠给神的祭物 而每一个信徒成为 欠给神的活祭的祭物的时候 你一定会面对 去念证你信仰生命的挑战 为什么会解释到这样呢 你想清楚了 这里讲的是什么 用盐来叶 原文是没有盐的名词的 只得叶这个动词 还有被动的 sorted 你是叶了是什么 叶了是火 当你用盐叶的行动和火一起出现 在旧约里面 自然会令人想到 献上祭物 在旧约的圣经时代里面 盐是通常跟神立约有关 和和献祭有关 看看以西结书43章 以西结书43章 23至24 结症了谈 就要将一只 无残疾的公牛族 和羊群中一只 无残疾的公年羊 奉到耶会话面前 祭司要撒盐在其上 献于耶和话为凡祭 圣经这里说到 旧约献祭的时候 这些祭物放在祭坛上 未曾烧的时候 就要撒盐 即是叶它 因为为什么呢 这种用盐叶的行动 是代表将祭物 purify 淨化了 purification 以及将这种 祭物的旧肉 分别为 separation for holiness 所以叶行动的意思是什么 帮你净霸 令到你分别为圣 再看看九章四十九节 九章四十九节 因为必用火 荡盐 酌各人 for everyone will be sorted with fire 这里就是在讲 every one 根据上文下 你是什么呢 就是在讲所有的信徒 它会被火去叶 叶就是被动式的动词 但是叶料不是盐 是火 那火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火就是 是练正一个人信仰生命 所面对的挑战 那这些挑战 就好像盐叶你一样 就将你purify 将你的信仰练正 提升你的信仰质素 那这些挑战是什么呢 那我就扩阔一点 就是从神而来的试炼 或者神所容许的试探都计数 那所以其实这里 讲的就是什么 这个解释就是说 信徒其实就好像祭物一样 是要献给神 但是作为献给神的祭物 你一定会面对到 从神而来 他容许的生命挑战 无论是试炼或者试探 目的就是 练正我们信仰生命 提升你信仰生命的质素 那我研究过后之后 我觉得这个解释 makes sense 因为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是什么 信徒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所以其实这段经文的正确解读 应该就是说 首先 跟着原文的次序就是说 信徒首先 不要伴到身边的信徒 信仰幼乱的信徒 信徒自己不要跌倒 OK 那原因就是什么呢 你一定会作为 是献给神的祭物 你一定会面对到 念证你信仰生命的挑战 那你就不要跌倒 简单点来说 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是真信徒的话 你就应该将你的生命 献给神为祭 而你的门徒人生 一定会遇到 念证你信仰的挑战 无论是念是他 而在当中 謹记自己不要跌倒 你也不要令到身边的人跌倒 否则你就糟糕了 再次糟糕了 内容不要说 但是在神眼中就是这么严重 所以这里其实是什么 上帝是想你知害怕的 就好像刚才我用我儿子的illustration一样 他知害怕就不会做 是吧 所以这一段经文 你清楚明白 为什么 不要去斩手斩脚 但是耶稣说完 人要被火咽完之后 你看看第五十节 耶稣如何在这一段说话里 埋尾了 圣经这里说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 可用甚麽叫它再咸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和睦 第五十节这里说的盐 究竟是代表什么 不同的解经家真的有不同的解释 不过我就研究过后 决定跟你说一个 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 大家首先要记住 在四福音里 耶稣说盐和门徒且上关系 还要提到盐是会没了味 有三次的 是马可福音第五章 路加十四 和这一段马可福音的第九章 但是你要记得 看圣经的时候 耶稣在不同场景 都是说盐 但是盐一定是在说同一样东西 你明白吗 就好像 你千万不要看到耶稣一说盐 没了味 你记得马太福音里 耶稣叫门徒要做盐做光 那你就把做盐做光的盐的意思 就塞在路加福音十四章 或者马可福音第九章 不是这样的 因为盐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解释 就好像我们刚才的广东话说 大祸都有三个不同的解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 首先撇开自己固有的概念 忠心地 撇除偏见地 只是看马可福音这段经文 究竟他想说的盐是什么 那我就觉得根据上下文 第四十九节刚刚讲完 神用火来液 什么 液个人 那那个液字 原文就是sort 英文就是sort 那我觉得第五十节 其实作者在用一个wordplay 耶稣在用一个wordplay 它是用了由刚才的被动式动词sort 就变到现在的名词真是盐了 而这个盐呢 其实就应该是指着 刚才用来液你的那些生命上 念证你信仰的挑战 你明白吗 即是说 其实第五十节这个盐呢 就是代表那些能够对你生命 信仰生命作出念证 提升的那些挑战 那些的试炼 那些的试探 而他说这一道 为什么盐失去味呢 那你就要想一下 如果 神给那些试炼挑战你 试探你 你愿意在那些挑战当中 不要跌倒的 你的信仰生命是否得到提升 那就好像那些盐能够将食物带出味 一样有功能 但是如果 神给你挑战了 但是你每次挑战你 你就说 Come on baby 躺在那里死了 就是你任由它屈服你去继续犯罪 就是说那些挑战对你生命 是不是没有功能 没有功能 就好像那些盐已经没有了味 一样了 因为是你对这些挑战 non-responsive 不再对它作出适当的反应 就是暂落得稳 不要跌倒嘛 那这些这样 对你已经没有作用的挑战 给多些你都是无谓的 那就好像那些盐没有了味 没有办法令它再有花味 一样了 因为就算有多好的挑战给你 你都可以死石难线 在那里放屁 你都不会去中心 以不跌倒的心态来面对 所以对你是没有意思 所以 留意清楚 千万不要把马太福音的盐 这个盐的意思 放到马可福音 因为留意 耶稣不是叫你在马可福音 做盐 他是叫你什么 拥有些盐 就是说叫你生命 embrace 拥抱从神而来 对你信仰生命有炼症 有提升作用的那些挑战 那你才能够在神给你的挑战里面 信仰生命被提升 因为你暂立得稳 你也不能伴到其他人 所以你要留意 叫你做盐和叫你拥有盐 是两回事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你有没有看过Iron Man Robert Downey Jr.那一套 你明白 Tony Stark说 我拥有Iron Man 和I am Iron Man 是两件很不同的事情 现在耶稣是叫你拥有盐 拥抱神给你 练证你信仰生命的挑战 当中你就不要跌倒 也不要让身边的人跌倒 否则你就很糟糕 这个就是马可福音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 解了这么久 说了这么长 你很记得中心思想 每一个信耶稣的信徒 都应该是献给神的祭物 献得给神做活祭的时候 你生命一定无可避免遇到神给你的挑战 可以是试炼可以是试探 面对这些挑战 面对这些练证你信仰生命的挑战 你要做的就是自己不要跌倒 也不要做一些东西 令到身边的信徒跌倒 否则你就会很糟糕 糟糕的后果 但这里没有说 他只想让你知道它的重要性 正路 不是正路 平日通常来到这里 就给你一些甜头 说完这么惊恐的经文 告诉你 你若跟着神这样做 会有什么好事 有什么好的后果 但我就不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不是作者原意 耶稣和马赫在这里 都是想你知害怕 因为你对神的敬畏 因为你知道 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有多大事 所以你是出于敬畏的心 来到去活出神的要求 所以我今天不用甜头引你了 如果你现在发觉 你听完 你不懂得害怕的话 那我不恭喜你 你也挺大事 你对神的敬畏心是什么 但到这里反而我就想讲几个例子 给大家去尝试一下形容 这些日子我很快地这样讲 叫kind of 由浅至深 你生命上会遇到什么 信仰上的挑战 是要你站立 当晚你又不要令到身边的人跌倒 或者第一个很简单一点 我们刚刚过了什么节 Halloween 即是万圣节 万圣节这些东西 圣经又没有讲到很 怎么讲 就是absolute不是很absolute 因为为什么呢 我发觉如果你在香港的文化 他们好像还当万圣节 是真的敬拜鬼神 那些人穿到鬼五马六 扮了喪尸 那这个情况 即是如果真是那个气氛 社会气氛 是真的跟 怎么说 是真的跟鬼有联系的呢 那基督徒就真的不要做了 OK 因为为什么呢 你被人误会了 你去敬拜邪灵 叛倒身边的人 令到身边的人跌倒 那就不要了 但是如果在我们美国的社会 你发觉美国的社会里面 其实很多基督教教会 或者基督教学校 都将那些东西 跟万圣节完全没有关 变成costume party 所以你连基督教学校 和教会里面都有costume party 那些你去的话 我又觉得OK 就不会怎么叛倒人 所以第一件事要想的就是 生命如果你遇到一些 你觉得是神给你的挑战 而圣经又没有说 一定那件事对还是错的时候 你就看看你身处的文化当中 你做了会不会叛倒其他人 那个见证问题 你自己按着神给你的conscience 你的良知 你的感动去做 OK 这个是最低level 上少少的就是说 神可能在你生命里面 给一些挑战你 是锻炼你信仰生命的 例如 人人都知道信徒应该亲近神 那你晚上睡觉之前 究竟究竟放下一个iPad 还是继续看TVB呢 你又知道圣经里面说 就是教养儿女 不只是带她去游泳 他学画画琴棋书画 是要教导他认识神的 那你会不会在你的生命的priority 有这些信仰挑战的时候 星期日应该要去游泳 崇拜就不回了 诸如此类 还是你会觉得 其实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圣经说 爱神的人 我们应该去学习认识神 应该去侍奉 但一侍奉的时候 我家庭生活又少了很多了 那好不好不要侍奉呢 你自己想清楚圣经怎样说 然后你剔除生命中令你跌倒的东西 不要睡觉前看这么多电视 不用回应我的 你自己知道 未必一定是电视 可能PS4 可能看股票 可能自己再做些不等待的东西 那你想清楚了 好不好 再上一个小小的level 可能有些圣经里面 说明你真的不要做是罪的 那些就不单挑战你信用生命 可能是试探你 那你就自己想起来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 你若果在拍拖 如果你又想按神心意而活 你又不想有分前生行为 你就剔除能够令你跌倒的原因 你就一早不要走去同居 是不是 那你想一下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 你又走去同居 你就算没有做分前生行为 你身边的那些年轻人 都见到你这样做 他又跟着你这样做 那怎么办呢 那你是不是在教坏人 就好像那些问题传媒那样呢 那你要想了 耶稣说你令到身边的人 都挺大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一早自己想起来 剔除它呢 好了 再上一个level 你的calling 你在神的眼中 你是被召出来成为信徒 那你是公司呢 如果公司逼你做假象 如果公司要你做一些不合乎 圣经原则的东西 你可能真的会受迫迫的 那些是锻炼你信仰里面一些的操练 有可能譬如我那个年代 我们有很多留学生 在信耶稣在那里拍拖 哎呀 糟了 我工作症快过期 那我是不是马上瘦瘦瘦 都没搞清楚我拍拖的 是不是生命忠神 我预备那个我就瘦瘦瘦 跳入婚姻直尺 拿个绿卡留下 那些也是信仰里面的挑战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时候都有几单 那你要自己懂得如何找到神 要你祈祷稳的原则 你就为了神而做 这个不是 还不是信心信仰上面操练 下一个再大件事 譬如现在在中国大陆里面 很多教会被打压 打压的时候 你究竟是惯低 还是按圣经原则地 为神暂立得稳 你有没有想过 当时如果你信仰受迫伯 你跌倒的时候 会令到身边的信徒如何 最后一个给大家去想的问题 很关乎你着想 不是关乎你着想 也很关你的事 圣经说 面对神给你的信仰挑战 你自己站立得稳 不要做一些事情 令到身边的人去跌倒 你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发生了什么事 在出埃及记 尤其是文数记13-14章里面 就是说 摩西派十二探子进去加南 是吧 神一早说了加南 我给你 十二探子进去 看到很漂亮很谬性很肥肥的土地 但同时看到一些很厉害的敌人 十二探子回来 有两个探子说 可以的去吧 神给我们 另外那十个是怎样的 他们怕不敢去 他们知道做什么 你回去留意一下 看圣经 他们不单止是说 人家敌人很劲你去死 他们还要在会众里面 发恶言 令到以色列的会众 都一起害怕 之后一起不肯去 这一个就是因为做领袖的 没有信心 自己想打退堂鼓 就在公众地方 散播一些令人无信心的毒 来到荼毒 以色列人 一起反阿摩西 不进去 后果是怎样的 全部四十年死了 进不了加南地 你有没有想过 若然在你的生命里面 只不过因为你的小信 而在一个群众里面 散播这些这样的毒 令到身边人的跌倒 历史 圣经历史是否告诉你 很大事 在教会里面 不是在教会里面 说牧师说的任何东西 你都赞成我老友 我是说明明是make sense 不过你自己信心有问题 你就不要去散播这些怨毒 或者这些疑惑 令到身边的人跌倒 都好像文数据那样 明白吗 你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正正面对信仰挑战 教女 教儿子 尋找工作 神给你的呼召 在信徒与信徒之间的相处 有没有正正受着不同的 挑战的信仰 令你属灵生命是supposed得到 炼正提升的挑战 如果有的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今天的经文 讲得很清楚 你有没有想过你都是一个传媒 你是用你的生命 作为一个媒体 向身边所有的人 传播神的信息 人家是由你的生命里面 看到神是怎样的 当你遇到生命上一些 念证你和神而来的挑战的时候 你是选择做一个正统良心传媒 向身边的社群 扶起你的信徒群体责任 散放正能量 带出正面影响 还是神给你有挑战的时候 你给你的时候 我继续做 我喜欢犯罪 我喜欢去玩乐 不管了 我继续不在乎 我的坏行为 坏见证 会不会令到身边的人跌倒 你宁愿做一些问题传媒 想想想你的生命 你也是一个媒体 见证神的媒体 旧黄帝兄姊妹 由这一段经文里面 除了学晓不要自残之外 謹记 神叫你做的事不会善你 祂不会善你 如果神正正正用生命 有些东西挑战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挑战你属灵生命被祂的挑战炼症 站立得稳 也都帮身边的信徒站立得稳 什么我不知道 因为你才知道 但是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不要令身边的信徒跌倒 自己站立得稳 我们一起得到祈祷 差天父帮助我们 生命遇到挑战的时候 是因为对你有敬畏 因为相信神是爱我们 不会笑我们一祸 我们定义在地上站立得稳 也都不要令身边的信徒跌倒 求父神你在Skywalk里面 给我们挑战 但是同时间 弟兄姊妹有爱 彼此相扶 一起扶助大家 面对信仰念正的挑战的时候 一起祈祷 为了荣耀神经历上帝 我们祷告奉靠基督耶稣命自祈祷 阿弥陀佛 那么 meetings 因此 董掌 我们在一起 我们今天 词